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在网络上发言 或者是很想当网红 当YouTuber 这是年轻人的愿望 那你当的好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公众属性呢 或者是你在你的圈子里面 你的人际关系如何 有没有什么人在背后扯你后腿 或抱你黑料 或者是遇到酸民呢 酸民的现象曾经让大家很伤脑筋 也觉得人心险恶 那我想这是我们第二次再一次进入水平座 我们可以好好地观察这个社会现象 以及思考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是如何 此外第二个大能量场呢 就是礼拜六的时候 2月19太阳进双鱼了 在此预祝双鱼座同学生日快乐 双鱼星座呢 当然有太阳的进入就会更彰显了 尤其现在木星也在里面 所以双鱼的能量场相当的强 它掌管了我们的潜意识 也掌管了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看不见的东西 看不见的角落 突然被照亮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看到很多秘密的机会 以及也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所以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沉浸在身心灵世界 或者是对自己有更多的认知 比如说你很容易对某件事 突然有什么样的感觉感受 然后从而去发现 原来我很讨厌这件事 或原来这件事是如此的感动我 对自己的重新认识 我想是太阳双鱼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牡羊精油天平跟射手是有感应的 牡羊星座的同学请注意 还蛮容易跟别人有争执 其实那些争执都来自于忍无可忍 或者是你压抑太久了 那不妨就把它说出来 我其实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哦 让别人更了解你想要什么 另一个是金牛座啦 金牛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工作上来说 你有升官运 那你的贵人是职场中的女性 女性的长官或长辈 她们应该是蛮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哦 听她们的意见吧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就跟金牛不一样了 你的贵人是男性的长辈哦 甚至于是说话可能有一点刻薄或机车的类型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大家直接沟通 直接了当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最近在事业和工作上 你有没有在思考另起炉灶或者是做一些你能控制的事哦 最近这样的意念特别特别的强 那这也是运势所趋 不妨尝试看看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处女天蝎磨结跟双鱼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 真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时候比较能够让感情成功 我不是说要忍受那种婚姻的不忠或者是感情的不忠 我说的是生活细节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有时候患难见真情 反而是因为一些状况事件 促使了你们之间有一点觉得 对方好像很不错耶 英雄救美的感觉 不管是你救他还是他救你 另外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你的感情来自于你有展现你的温暖 所以明明你里面热情如火 外面就不要太不可怜了 要适时地展现出来哦 温和的展现 也不要一口气又太三八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最近应该这个桃花运爆棚吧 不管是人家介绍给你 或者是忽然间不知道 为什么一堆人冲过来哦 就见招拆招吧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是双子跟巨蟹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理财方面呢 就是要稍微照顾一下 那个账本要看一下啊 然后银行存款要看一下 以免这个有一些状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啊 每一笔账都要亲手管理 另一个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应该是在两难的趋势之内哦 就是也许你有在跨界 两份工 然后两个工作 到底要以哪个为主呢 最近正在徘徊当中 你也在比较哪一个比较利多吧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狮子跟水瓶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健康方面就是你太忙碌了 然后花了太多的脑筋 很多事情搞不定哦 适时的求助一下他人啦 否则的话睡不好啦 或者是脑神经衰弱 对你来说其实就会开始影响生理机能了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最近要小心几件事情哦 第一件事就是 还是一样肠胃不好 你是肠胃有多不好哦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小毛病会变成大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哦